Hello 大家好 我是Alysis 今天这个视频想和大家分享几款非常好吃的芒果甜品 它们分别是芒果夹心野枝糕 香港最出名的甜品羊枝甘露 还有就是双色野枝芒果糕 它们卖相都非常精致漂亮 希望你们也喜欢 Hello 大家好 我是Alysis 这个视频想分享一款每个人吃过都占好的甜品给大家 那就是芒果野枝糕 平时我们吃野枝糕虽然很好吃 但有时候会觉得有点腻 如果加上一点芒果在里面 就会好吃很多 因为每一口野枝糕里面都夹着淡淡的芒果肉 我介绍一下做这芒果野枝糕的材料给大家 有野浆一罐400毫升 鲜奶250毫升 清水也是250毫升 芒果一个 鱼椒粉35克 砂糖90克左右 首先把糖倒进锅里 接着是冷开水 250毫升 牛奶250毫升 牛奶250毫升 椰浆400毫升 我们先把这四种材料搅拌均匀 大约搅拌一两分钟 接着再把鱼椒粉像这样子每次少量 这样子加入把它们搅拌均匀 然后开中小火 记得要不停搅拌 带温度甚至准备开始滚前 像这样子就要关火了 然后把它摊凉一些才拿来用 现在我们开始切芒果 先把芒果一开三 然后像这样子再开三 然后把芒果肉取出 切成薄片 接着把切好的芒果薄片 放在盒中底部 然后我们把它凉了的野浆 倒进盆中 记得要慢慢倒以免起泡泡和撞散芒果片 我们每次大约倒200-250毫升左右 倒好后把它们拿去冰格冷藏20分钟 然后再做第二层和第三层 我们的芒果野枝糕已经做好了 虽然已经倒得很慢很小心 但芒果片还是有点异味 不过自己吃味道还是最重要的 大家也试试跟着这配方 自己在家里做来吃吧 每个吃过这芒果野枝糕的人都站好 保证不会令你失望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你们喜欢 哈喽大家好 我是Alysis 今天这个视频 想和大家分享一款 香港很出名的甜品 那就是羊汁甘露 这款甜品是香港丽园酒家首创的 为什么会取名羊汁甘露呢 因为发明此甜品的大厨说 此品只因天上有 游四观音羊汁露 所以就取了这个名字 由此可见 羊汁甘露是多么美味可口的甜品 它的材料和做法都非常简单 我先介绍一下材料 有柚子 芒果 西米 糖 野浆 牛奶 和清水 我会把分量写在说明文里 首先我们将西米整熟 不知大家还记得我之前分享的 如何煮西米吗 记得西米不是靠煮熟的 而是用余温把它焖熟的 焖大约15到20分钟 焖熟后 一会把它拿去过冷盒 冷藏备用 接着我们把糖 鲜奶 冷开水 还有野浆倒入锅中 把它们这样搅拌均匀 煮到糖差不多融了 煮开就是可以了 煮好待凉后 我们也是把它冷藏备用 如果想这个甜品做的好吃 就要用好的柚子 我们用的是泰国的柚子 这柚子是普通中国柚子的 4到5倍价钱 42块9港币 不过我觉得事物有所值了 因为它非常清甜多汁 芒果我们用的是菲律宾的铝宋芒 我觉得有好的食材 才能做出好的甜品 我们把芒果肉取出后 分成两份 一份把它切成粒 一份用搅拌机 一会打成芒果浆 芒果浆做好后 我们把它倒入野奶浆里 接着再加入柚子肉 还有西米 把它们全部都搅拌均匀 最后沉起在碗中 再加上一些芒果粒 在上面我们的羊汁甘露 就做好了 刚一做完 我已经忍不住吃了两碗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吃 不愧能成为近年来 香港最出名的甜品 大家也试着跟着我的配方 做来吃吧 我保证你一定会喜欢 Hello 大家好 我是Alysis 今天视频我想分享另一款芒果甜品 那就是双色野汁芒果糕 而这款甜品最特别之处 就是加入了一些橙汁 令这个芒果糕里带着淡淡的柳橙香味 吃起来味道很清新 很有层次 而上面用野浆做成的野汁糕 也非常香甜好吃 就像吃椰子果冻一样 而且做法非常非常简单 又好吃 冰冰凉凉凉的在夏天吃非常舒服 就让我分享给大家知道它的简单做法吧 我介绍一下材料 这芒果糕的部分需要用到两个芒果 一半切粒 一半会拿去整成芒果浆 还有就是柳橙一个 用来榨取果汁 大约是130毫升 蒟蒻果粉 这里是30克左右 糖大约40克到60克 看你自己喜欢的甜度 我们把一半的芒果搅拌成姜 再把柳橙渣汁 取出大约是130毫升的果汁 我们倒入400毫升的水进锅里 再慢慢煮小量加入蒟蒻果豆粉 先把它们混合搅拌均匀 然后再开火 我们用小火煮到差不多全部溶解于水中后 然后再把糖加进去煮容 接着是把芒果浆和柳橙汁也加进去 把它们混合搅拌 煮汁再滚起就可以关火了 然后我们把它倒进玻璃盒中 并把芒果粒也加进去 因为我刚才忙着拍摄 只一会时间 这蒟蒻芒果浆就已经开始有点凝固了 让大家看到没有 所以大家再倒入玻璃盒后 就要快点把芒果粒加入 我们把它先摊凉 再放入冰箱冷藏半小时左右 接着我们做野汁膏部分 材料有野汁大约是180毫升左右 蒟蒻粉20克 盐1分1茶匙 糖20-30克左右 还有水大约是160毫升 我们也像刚才一样 把蒟蒻果粒粉倒进水里 先搅拌均匀 然后再开火煮至溶解 接着再把野浆倒进去 最后再加入盐和糖 把它们煮融 这样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把野汁浆倒在芒果糕上 等摊凉一些 再放入冰箱冷藏至凝固就可以了 等野汁芒果糕凝固后 我们把它切成一小块 就可以拿来吃了 我姐说想法每个步骤都清楚告诉大家 所以时间有点长 但她的做法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你实际做起来就知道这是非常容易做的 你们也快点做来试试吧 如果有任何问题 欢迎随时留言给我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要给我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哦